好 那我們剛剛就 這個理科學群是用理科學的概念 做出來的一個演算法 在這個地方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這個概念把它變成我們的理科學 program 那下面這個就是我們的理科學 program 那我們看到這個理科學 program 這邊所砍的東西 是做什麼事情呢 這個 character A 吼 A 意思是我們存放進門式的這個 array 那 K 跟 M 就是我們的範圍 那換句話說我們看一下這一行 你就知道說這邊的這個理科學 它幫我們做的事情是從 A K 到 A M 把它做一個理科學 program A K 到 A M 好 那再下來我們來看看這裡面的內容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個 K 如果等於 M 這個 K 原來的詞是比較小的 譬如說我們如果是以這個違法例的話 這是連 1 2 3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K 會等於這個 M 就是這個 3 好 那我們在這個理科學系統當中 最開始的時候這個 A 吼 就是我們這個 K 那跟你這個 M 當然還不一樣 表示呢 它還要繼續理科學下去 好 所以就表示說我們要把這個 K 一個 也就是最前面那一個 把它提出來 剩下了 Recursive 所以我們先看下面這一段 就是 A K 到 A M 我們是要怎麼去做 Recursive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是怎麼做 Recursive 的 這個 先看這一個 A K 跟 A M 做 Swap 對調 那這個 Swap 在這裡 在我們的 課本裡面 它就把它視為是一個 當然的一個指令 那視它來這個 可能沒有這個指令 我們要自己寫Program 對調 Swap 就對調 就 X-Chain 這裡就是 X-Chain 的意思 對調 把這個對調 好 所以我們就是把 A K 跟 A I 做對調 那這個 I 是什麼東西 I 最開始的指這等於 K I 最開始的指等於 K 所以我們以這個為法例 這個 I 的指最開始是最前面這個 A 最前面這個 A 然後這個 A 呢 就是 A 對調 所以就是 K 跟 K 對調 K 跟 K 對調 那 K 跟 K 對調的話 其實就是 A 還是放在前面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最開始的時候是 K 跟 K 對調 也就是我們這邊這個範例 有個 A 放在最前面的位置 剩下的部分 剩下還有三個 它去做 Recursive 所以剩下的部分呢就是什麼 做 Permutation 喔 它是從 K 加 1 開始到 M 所以我們的 K 本來是在兩個地方 剩下的部分做 Recursive 剩下的部分就是從 1 到 3 做 Recursive 那所以這一段就是 這一段喔 這一段就是 1 到 3 做 Recursive 好 所以它就是 K 加 1 到 M 做 Recursive 的運算 這個 Permutation 就是我們這個齁 一樣的 所以它是 Recursive 運算 算完畢之後 它再把 A 調回來原來的位置 所以呢 剛剛是 AK 跟 AI 做對調 現在做完這個 Recursive 之後呢 再把 AK 跟 AI 再調回來 再對調一次 再對調一次的話就把調回來 那當然你在這個換一 剛開始這個換一看不出來 因為這個 A 跟 A 對調 還是放在第一個位置 第一個位置 好 下一次 我們再來看一下 下一次這個 I 的值 就會變成 剛剛是 K 嘛對不對 下一次看 I 的值 就會 I 加 1 齁 所以 I 的值 就會變成 K 加 1 在我們這裡 K 加 1 就是這個第一個 所以下一次 下一次的 Recursive 是什麼 是 AK 跟 AI I 就是 K 加 1 齁 就 K 加 1 在我們這裡就是 0 跟 1 要對調 0 跟 1 要對調 那 0 跟 1 要對調 那 0 跟 1 要對調的話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方法 這個 這個就對調了 所以第0個跟第1個就對調 然後 第2跟第1個對調之後呢 剩下這個部分 就是 剩下這個部分來 就是 一樣喔 K 加 1 到 M K 現在還是領航 第2個還是領航 所以就是 A C D 在這邊做 Recursive 因爲你這兩個對調了 那這個 你是 V 條最前面的 那剩下這個部分呢 在這邊做領航 那剩下這個部分呢 在這邊做領航 理科學完畢之後 下一步 就把 AK 跟 DI 對調 就是把他恢復原狀 這一步就是把他恢復原狀 這一步就是把他恢復原狀 所以你可以在你的筆記上面 註記一下 這個交換的目的是 把他恢復原狀 這個調過去了 接下來 做完 Recursive之後 把他恢復原狀 好 所以這一步 當然也是對調的意思 但是他目標是把他恢復原狀 好 恢復原狀之後呢 又回到 ABC 的狀態 一樣的 回到 ABC 的狀態 一樣的 然後 在下一個 intervention I 等於 I 2 加 1 所以 I 等於 K 加 2 K 加 2 K 加 2 就這個 就這個 所以就是把 第二個跟第三個對調 也就是 沒有 第二個 好 K 加 1 跟 M 對調 K 加 1 跟 M 對調 不是吧 K 跟 I 對調 K 跟 I 對調 所以下一次的話 就是 0 跟 2 對調 也就是這兩個對調 就 C 吼 掉到這裡 剩下的部分 Recursive 然後 Recursive 把 B 之後呢 又把它調回到原來 恢復原狀 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 就是 A 跟 E 對調 然後之後呢 又 Recursive 然後又留給你 好 所以呢 這一個 這個 完全是把 前面的 我們的概念 把它變成 C 的 這個 Recursive 這個概念 那你在這邊做 這個對調的時候 這邊這個 Recursive 做對調的時候 事實上都還沒到 要把它印出來的階段 什麼時候才要把它印出來 K 等於 M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什麼叫 K 等於 M 我們看一下 我們就 我們就 Recursive 進去看一下 齁 剛剛這個 最開始是 這個 A 在前面 然後本履歷頂的就是 K 加 1 M 所以就這一步在履可寫的齁 這一步在履可寫 那你看這一步如果在履可寫的話 再進去一層齁 再進去一層 就是 B 一層 然後來 C 在履可寫 然後再來當然你可以把 C 放在前面 B 低在履可寫 然後再來你是把 D 放在前面 B 跟 D 堆掉 所以 CB 在履可寫 那我們再看看這一層 這一層 看要履可寫 那這個履可寫要怎麼做的 這個齁 我們再把這個把它轉開來看看 這個的話就是 把 C 放在前面 D 履可寫 那它只有一個啊 它只有第一個 好 所以當我們 Recursive 到最後面的時候 K 等於 M 你剩下這個 D 要 Recursive 的時候 它的 K 開始的 K 嘛 K 是開始的 M 是結束的 那它只有一個字啊 所以 K 就等於 M 所以當你 Recursive 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印出來 因為你這個下面沒有東西 要讓你 Recursive 其實你是最後一個英文字 它就把它印出來 所以下面這個就把它印出來 所以下面這個就把它印出來 那印不是最後一個英文字母啊 印你目前在耳類裡面 你這個是最後一個字啊 那你在耳類裡面 它的形容長什麼樣子 那如果你是從這邊來的 這個是從這裡來的 這個是從這裡來的 這個是從這邊來的 所以你在耳類裡面就是 A B B A B C D 就把它印出來 好 所以這個印的方式就是 I 從你開始到 M I 從你開始到 M 就把它印出來 那後面這個字 把它印出來而已 好 所以這邊的 Recursive 的概念 最重要的還是前面的這個 這個概念 你這個概念弄空了 那下面這個 program 你要確實的話 就非常的容易 好 那下面這邊是一個發力 這個是一個 main program 就是我們當然在 在 Recursive 狂群裡面的話 我們會有一個 這個 C 裡面會有一個 main program 來呼叫它 那就是 Premutation 再送進去的是一個 V 的 Array V 的 Array 就是下面 就是這個就是一個 V 的 Array 那我們這邊的這個 V 的 Array 說這個 V 有 設定到十個位置 給它 可是呢 我們設定處置的話 從 0 到 6 就是 A B C D E M 就是 0 到 6 那我們呼叫的時候 換來是 0 到 2 就是 這個 A 是我們進來的 CAPT 的 Array 那 K 跟 M 就是我們的範圍 要 Recursive 的範圍 那在我們這個範圍裡面 是 0 到 2 0 到 2 的意思就是 A 1 C A 1 個 然後 B 1 個 還有 C 1 個 好 那就是 0 到 2 的範圍去 Recursive 我們剛剛 最開始解的就是 四個英文字的 這個 Recursive 的 這邊的話是三個英文字的 那最後 off 的在這裡 可以把它焯一下 好 好 那這邊的這個 好 那這邊的這個 你把剛才的 Proven 把它 仔細吹死的話 就會得到這個 Output 齁 再下來 來 我們來談一段 就是 我們怎麼樣來說 你這個 Proven 是一個 可以被接受 是一個好的 Proven 你可能在大一也寫了一些 Proven 那可是在大一的時候 可能 就是 誰寫答案對了 也是對的 那我們希望在這個資料寫庫裡面 你寫的 Proven 是 我們效益的 Proven 是一個好的 Proven 那所以呢 各位將來交的這個 Proven 交到助教這邊去 齁 假設 助教關鍵的 Proven 是一個 雖然答案是對的 是一個不好的 Proven 幫他把你退位 當然 行機考試 是用電腦 判斷的 這個沒辦法退 這是不好的 Proven 但是呢 我們助教士人齁 你的資料結構 如果是一個壞的 Proven 你就退位去 什麼叫好的 Proven 這些東西齁 就是我們要遵循的 未來在寫Proven的過程中 我們要遵循的東西 Critery 就是 條件 然後一種條件好了 來 規範 其實它是規範 條件 我們怎麼樣判斷一個 Proven 的規範是什麼 第一個齁 我們這個 這個雖然這個看起來很無聊 但是我們還是要一個一個 把它講一下 第一個 這個 Proven 是不是 達成我們的要求 它的 幅度 是不是 達成我們要的要求 那這是最基本的 我們要你做這個 N 階層 結果你做到不是 N 階層 那這個就 這邊裡面談 這是最基本的 再來第二個 這個 Proven 那 是不是 Correctly 就是 正確的根據我們原來的 Spec Spec 我們常常在 在這個 工作上面說 你好好定義Spec Spec 就是這個字的簡寫 Spec 平常我們 Spec 就這樣寫 Spec Spec 未來你在設計Proven 常常會聽到這個字 叫Spec 你的東西 你的Spec 你可以找什麼樣子 Spec 就是規範 規定規範 S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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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按照你的 我們的規範 來進行 好 Document 裡面文件 Describe 說明 你是怎麼樣 這個是怎麼樣 用它 還有它是怎麼工作的 那當然這裡 我們其實 不太 要各位寫 報告的文件 當然我們後面有系列 會各位要寫報告的 那就是要文件說明 那 那這裡咧 就是 我們 就是在你的Proven裡面 你要 或多或少 加入一些註解 這個註解其實不是文件 其實還不是文件 文件其實是像 sudo code 或者是一些 做出來的 寫文件 那你寫在Proven裡面 那還是Proven一部分 只是 那你Proven 可能性定高而已 再下一個 Eff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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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有效的 使用 你的 使用一些 方形 能夠 來 產 這個 產生一些 邏輯的一些 方形 你是不是有效 你的註問是不是有效率 其實簡單的就是 你的方法是不是有效率 再來 你的code是不是 readable 這個很重要 這個 你最好把它打兩個圈 你code是不是 readable 有的你覺得說 我的code寫出來 就是能夠 就好了 錯 你的code可読性要高 換句話說 你的思考方式 你的思維方式 要跟其他人一樣 你不能說 我就是跟他不一樣 我就故意寫一個 跟他不一樣的東西 錯 你的東西要跟他一樣 你將來才能夠跟人家合作 我們將來開發軟體的時候 一個team裡面 不會只有你一個人 一個team是很多的 開發軟體是大家一起排發的 大家一起工作 所以你寫的program 這個code就是你的program 你的program 要到人家看得懂 你的program 給你看不懂 那怎麼辦 你的program 沒用 能管也是沒用的 一定要來看得懂 那寫個天書 那這個重要的是 現在什麼地方呢 每一個team 在工作的團隊裡面 有人可能會離開 離開之後呢 還要有人接一個 你的工作 你去做 如果你寫了一半的code 寫了半年 我們再開發一個軟體 大家五六個人一起做 寫了半年之後呢 你突然說 全離死了 然後我們就招一個信誠子進來 那信誠說 前面這個 他寫了半年的code 他不懂 那前面他半年全部都一樣 所以 你寫了code readable 可誤性要高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你不要寫一些奇怪怪code 我覺得這樣寫有效率 當然有效率也是一件事情 但是可誤性是一件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 這個才能夠讓我們團隊的生產力量能夠提高 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的助教未來 如果覺得 他看不懂你的code 他就把你推給你 那你就把它改到你 讓他來看得懂得懂得懂 我們助教的這個 這個武力也是高強的 他看不懂你的code的話 那其他同學就看不懂 那你將來同學跟別人合作 好 好 接下來是 有沒有有效的 使用這個 Primary Primary 就是主要的記憶體 Secondary 又次要的記憶體 主要的記憶體 就是我們的主記憶體 也就是電腦裡面的記憶體 次要的記憶體 就是我們的 譬如說我們的 GISC 隨身點 或者是 這個 現在你的 SD Card 你也可以把 SD Card 他可以可能是建議 在主要的吃藥之間的 好 接下來 接下來 我們的這個CP考試 還要重視一個東西 是 你的Rone Time 是不是可被接受的 那這個會牽涉到你的演算法 你所使用的方法 到底是不是有效益的方法 你的Rone Time 就執行的時間 是不是可以被接受 檔核比例好了 假設你用了一個很笨的這個 這個 排序的方法 來做你的這個 大學聯考分科系統 用了很笨的方法 排序 這個 譬如說排100個資料 可能要一分鐘 排1000個資料 也要一個小時 排100萬個資料 排100萬個資料 再花一天 大學聯考現在排40萬個資料 要花一個月 如果你想到了這麼一個收挺方法 然後把它做出來 那個收挺方法是沒有用的 因為我們大學聯考 等於等到一個月 才把那個順序排出來 那是沒用的 所以呢 要問 如果你要排的對象 你的資料 是 是你的範圍有多大 你的 希望關門的時間是多少 我們班上同學不到100個 你如果排100個資料 花一分鐘 就可以接受 但是用同樣的方法 如果排40萬個資料 花一個月 那就不能接受了 所以要看你的資料量的多少 還有你呢 在使用環境之下 來弄這個程序 那 這個 執行的時間 是不是有效 那這個 是不是可以被接受 這個事情就 就好比我們在CP考試裡面 這個比較後面的題目 CP考試的題目裡面 比較後面的 怎麼你用突發練綱 通通都不可以 一定是要一個 比我效率的方法還行 突發練綱 那個 沒辦法達成題目的要求三 不能出發練綱 不能出發練綱 好 那接下來 我們馬上看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呢 你就會感受到 這個 兩個部分 到底差別有多大嗎 就能感受到 這個問題 Fibonacci Sequence 這個 那這個 Fibonacci Sequence 是這樣的 就是前面先定義兩個值 一個是0 一個是1 然後再下來 下一個值 是由前面的0跟1 相加得到這個1 接著這個呢 是由前面兩個1加1 得到這個2 再下一個是3 1加2得3 2加3得到5 一十類推 所以每一個值 都是由前兩個 相加得到的 那這個Sequence 是 為什麼叫Fibonacci Sequence 呢 因為Fibonacci 在這個 十二 十三世紀的時候 他就想到 一個數類 那這個Sequence 做什麼事情呢 他說 他要來 算一算 他家養的 兔子有幾隻 好 那我們來看看 我們怎麼樣把這個 養兔子的這個數量 跟這個Fibonacci Sequence 把他結合在一起 把他 lipped在一起 這個 現在是這樣 假設 假設 每一對兔子 每個月可以生產一對 我們以一對來當作 我們的量化的單位 一對就兩隻兔子 一隻公的一隻母的 公的跟母的結婚才能生下來 是一對兔子 一個月可以生產一對 一對是兩隻公的母的 然後咧 我們就假設 兔子生下來之後咧 隔開一個月 隔開一個月 隔四個月生了 下一個人生 隔一個月才能生小兔子 重要的是 這些兔子生下來之後 就永生了 不會死亡的 好 那我們現在問了 那是第八個月 或是第三個月 到底有多少 那我們算看看 好 剛開始的時候 我買了一對新的肚子 新的齁 那這個新的肚子咧 剛生下來 所以咧 這個對新的肚子 要隔開一個月才能生下小兔子 所以在下一個月的時候 生下的是零 總數咧 就是原來一對 再過一個月 這一對當時的 這一對新的肚子 現在已經可以生小孩了 所以這一對肚子咧 它會生下一對肚子 總數就是多少咧 新生下的這一對 跟平安 就了這個肚子 相加的肚子 再下來 這個月可以生下不好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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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生下一對肚子 因為剛這裡 新生了這個肚子 這個時候還不能生小孩的 但是這個可以 這個時候總共是3 就是原來的2 再加上新生下來1 總共是3 在這個月 可以生下不好肚子 我們在看的時候 有時候覺得可以亂掉 到底是 到底是2還是3還是1 有時候會亂掉 那其實這裡不會亂掉 這個3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3代表 舊的肚子跟新的肚子 但是新的肚子不亂掉 這個2代表什麼意思 舊的肚子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2 把它抄過來就不會 好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再過來 這個要填多少咧 當然我們知道要填骨 那我們剛剛是說的 這個骨是怎麼填的 是這個舊的兔子加他們新生的兔子 得到骨 可是這個新生的兔子咧 事實上就是這裡的骨 這裡的骨 那換句話說咧 你這個骨是怎麼得到的 這個骨就是由前面兩個相加得到這個骨 所以接下來你其實上面這一頁就丟在寫 你就知道再過來有得到8 為什麼說要得到8呢 因為由前面兩個相加得到8 那這個secret 我們就叫5-11 secret 那上面這一類 最上面這一類 跟下面這一類實上是一樣的 只不過咧 它玩了兩格 兩格 玩了兩格 這個2的下一格我當然是3 這還會逃出的 所以它只是shift兩格而已 所以上面這一串跟下面這一串實上是一樣的 那這個叫做5-11 secret 好 那這個5-11 secret這個樹列 這個來 事實上有很多的 在動物界 在植物 在生物上面 它事實上很多奇怪的現象 這跟5-11 secret 不模而很 非常非常奇妙的 那我們首先看一下 這個上面就是櫻五樓 那我們看一下櫻五樓 它的樓形狀是怎麼走出來的 最開始齁 我們的環環是十定時 最開始是1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1的正方形 下一個還是1 所以有一個1的正方形 下一個是2 所以有一個2的正方形 那2的正方形一定可以畫出來的 因為1加1的2 1加1的2 所以這個2的正方形一定可以畫出來 因為它的邊行就是這兩個相交 再過來3 1加2等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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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邊場剛剛好可以畫出來 這個是2就是3 再下來 2加3得到5 那這個是2就是3 所以這個 這個正方形一定可以畫出來 2加3得到5 跟連那個號一樣齁 這個8齁 3加5到8 再過來 變很大齁 11 這個就是 我們在把它從裡面齁 把它繞一圈 這個邊線 正方形的邊邊齁 把它繞出來 這樣把它繞出來 它是一個有小而大的一個螺旋狀 好 它有小而大的螺旋狀 這個就是 螺旋狀的螺旋狀 就這樣 做出來 這是動物齁 這是動物齁 類合類的動物齁 螺旋 螺旋 那當然這個 我們剛剛 欸 這個是環塊 這個環塊旋齁 它是 我們在這邊示範的就是這個方向的齁 它這個是環塊旋 螺旋狀 這個是動物齁 這個是動物齁 看的是植物花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花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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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像日葵的螺旋啊 不容易看清楚啊 但是我 就一遍而已啊 各位你要張開臉啊 後面同學不要睡覺啊 就這麼一次而已啊 你要注意看他的螺旋在什麼地方啊 就這麼一次而已啊 像日葵的螺旋啊 各位看喔 在同樣啊 畫給大家看喔 這個是中間的對不對 像日葵的螺旋 剛各位看到嗎 有沒有看到 一閃而過 對不對 瞬間完成 這個像日葵的螺旋啊 當然比這個複雜 因為他有很多螺旋 交雜在一起 他不是只有一個 他有很多個 你就自由想像一下 從哪裡當作的原心 然後繞一圈 他就會產生一個螺旋 他這個有很多螺旋 是一個而已喔 他很多螺旋 殘留在一起 齁 所以你就像一下這樣子 繞一下 他就只有螺旋 從這邊繞尾 他也只有螺旋 很多螺旋 所以我們在 動物也好 或者植物也好 都可以找到一些範例 跟這個環保 它是一個息息相關的齁 再過來齁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齁 那這個環保 它是基本的 它還有什麼重要性 剛剛講的是動物跟植物 接下來這個重要性呢 就跟人有相關啦 跟人有相關齁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有一個叫做 黃金比例的一個東西 Golden Lumber 黃金比例是怎麼照出來的 這個012 011 現在的東西 那我們如果用 剛剛講說 Recurse的定義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定義下來齁 這樣子齁 最開始的兩個是0 以後的每一個 Fn 以後的每一個都是由 前兩個相加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新本所定義了 那這個是Recurse 當然這個我們將來可以把錢的Program 可是現在我們先來談談 談一談 這樣的定義 它到底有什麼樣的性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樣的東西齁 這樣的東西 兩者之間啊 就是說 這個13跟8的比值 連續的兩個之間 它有一個比值啊 那最開始的時候 你看不太清楚 慢慢的它會縮練到一個值 就是這個縮練的概念就是 我大一的這個 維基因的縮練的概念 當N區域無限大的時候 它會縮練到一個比值 固定的比值 那最開始的時候呢 看不太清楚 放在了 兩者之間 它會縮練到一個比值 好 所以呢這個什麼 Fn除以 Fn-1 就是 連續的兩個齁 後面那一項跟前面那一項 連續的兩個 當N區域無限大的時候 它的Limit 它的極限是多少 它的極限是 2分之1加分到5 那這個值呢 我們就稱它是一個 Grogan number 黃金比例 好 那這個值到底要怎麼算 這個值要怎麼算 那事實上呢 如果各位在 這是大意識 詢問林山數學了 有結果這個方式嗎 這應該是最簡單的 Difference Equation 有結果這個方式嗎 這應該是最簡單的 磷蘭數學最簡單 方式裡面最簡單的 所有問的東西 各位都講方便去過 好 好 那我們現在怎麼樣去算 這兩者之間的比值呢 那我們剛剛說過 就是這個fn 跟這個fn-1 假設它們 它們有一個比值 我們就把它称叫x 它有一個比值 就称叫x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跟它比就是x 所以這個呢 跟它比就是x 所以呢 最後面就是1 再加x 這個比這個就是x 這個隔壁兩個都是x 然後這個比這個呢 這個比這個呢 也是x 那這個已經是x了 這個也是x了 所以這一下就變x 所以我們假設 我們假設 fn比fn-1 它的比則叫x 那這時候呢 這個方程式自然而然就生不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在解這個 difference equation 這個 在解這樣一個方程式 最簡單的一個 一個東西 好 那這個呢 這個根 什麼時候 這個根是多少呢 這個我們就不要解了 我們直接看答案 當然根就是 x等於2分之1加 x等於1加 根號 這個1加根號 可能各位 太有概念了 1加根號到底是多少 但是這個房子比這個值 太重要了 所以呢 當然可以把它開根號算一算 1加根號 當然是一個不接口 大約等於1.62 或者1.68 這個值跟什麼有關係 這個值跟下面這個有關係 他的答案是一模一樣 這個答案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我們有一條線 全長叫做x 全部的長度叫x 然後這條線裡面 我們再有一個黃金比1的位置 這個就是黃金比1的位置 這個位置是什麼來的 這個位置是說 全部的長的 全部的長度x 比 比這一個最重要的比較長的喔 比1 x到1 等於 這個1比較長的那個 比比較短的那一個 等於1 除以x-1 再說一遍 全部的長度 就是x 比的那個長的那個 等於那個長的 比那個短 就是1 比x-1 這個位置就是 黃金比的位置 這個一樣齁 你把它算一下齁 把它算一下 就是x平方-1 這個齁 這一個跟這個一模一樣齁 跟這個一模一樣齁 利用這個都算出來 跟我們剛剛利用什麼 把法拉西本所算出來的 這個這個 方式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x呢 也就是 5.618 一模一樣 這個 1.618 1.618 代表 代表 黃金比的位置 那這個有些時候啊 我們會看到廣告啊 什麼東西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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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一個東西叫黃金比例啊 或者說這個女生非常漂亮啊 身材非常好啊 黃金比例啊 其實 在座各位啊 可能有人剛剛好是 1.618 不是 162公分 17.618 好 剛剛好 162公分 這個很容易比例的齁 162公分 100就對了 162公分 1.618 你的肚臍首在位置 也沒有在黃金比的位置 下半身比較長啊 上半身比較短啊 如果你的位置 在黃金比的位置 那恭喜你 你差對一 你的肚臍在 黃金比的地方 1.618 所以各位如果有 剛剛好 當然你可以自己稍微算一算啊 你不是剛好不是 不是162公分的 你就 自己加加節點嘛 對不對 那 手的出力也有 剛好162公分 怎麼知道那個 肚臍首在位置 是不是 到那個角底啊 是不是 一公尺 一公尺呢 是不是一百公分呢 哪尺來那就可以了 所以以後如果有時候 這個 我黃金比的 有請他 證明 他 這一點有沒有得到 有沒有到我黃金比的位置 錄起首在位置 好 這個 5.6 跟這個 這個GOLDEN NUMBER 非常巧妙就結合在一起 所以這個 反馬拉吉 Sequence 剛剛我們看到 這個Sequence 這個是在 2.13世紀 反馬拉吉這個人 他所 講的一個 一個Sequence 可是呢 到後來這個Sequence 就非常非常有用 他不是純粹來算 這個兔子的數量而已 他跟這個黃金比例 就巧妙就是結合在一起 接下來我們要看說 那我們這個Program要怎麼寫 就是我們怎麼樣產生那個 那個 Firmary 我們把它產生出來 好 第一個方式 這是 Iterative 也就是我們寫 Loop的Program 那這個Loop的Program的話 這邊就是我們Loop 那最開始的 一個是 這個也有一個地方 那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就準備把 這個下一個算出來 那所以我們看看這個 這個計算的過程 我們就要看一下 這個Raw就是代表 比較低的那一個 High是代表比較高的那一個 我們的計算工資 基本上就靠出來 好 所以這個L 這個L VL L的VL X 把它剪解一下 然後接下來 這個我們準備做計算 那這個做計算的時候 他就把這個 Raw把它移位 Raw把它移位 這個X 就把它 就把它 變成Raw的這個值 所以這個X的值 就是跟剛剛一樣的 就這個 然後接下來 這個Raw的值 就把這個Raw的值 把它移過來 把它移過來 所以這個Raw的值 然後這個Raw的值 新的Raw的值 就是 寫兩個相加 就是S跟Raw的相加 就是這兩個相加 所以這個Raw的值 所以這個我們就算出 就是這個R相 然後接下來 我們如果再 還要再繼續算的話 我們再算一下 那這個S的值呢 就把Raw的值 把移過來 所以S的值 就是把這個移過來 S的值 就是把移過來 然後接下來 Raw的值 就是把Raw的值 把它移過來 所以Raw的值 1 Raw的值 就是現在兩個相加 2 所以我們每次做的計算就是 把這個 Raw跟High的值 把它移位 把它 往左移位 把移位 然後之後把 X跟L相加 得到這個 犧牌的值 就是2 那這個就是 去看看你說 這個N 你要 算到多少 那就可以把它算出來 所以這邊這個不然 基本上不然 就是根據這個來 那我們在這邊算計算 我們這邊計算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真的用到了變數 儲存的這個轉手變數就是這個 一個是X 一個是Raw 還有一個是High 那其中的這個X跟Raw呢 就等於是前兩項 那High如果現在性算出來的這一項 再過來 如果我們把剛剛的這個概念把它寫進去科學部分 就這麼簡單 更像原來 原始的這個 就是又要把寫進去 這個 剛剛前面的Iterated Proven 看起來有點轉折 那這裡 這個轉折就非常小 右上角這個是我們的數學的表示方式 下面這個部分是我們的C元表示方式 其實幾乎是一對一對一 語法不同而已 螺絲不同 那概念內容是一模一樣 好所以我們看一下 這個 n 小於等於1的時候 n小於等於1的時候 那一個是0一個是1 這個就是答案 那否則的話呢 其他情況就是什麼 FID FID就是這個 是Request的 所以就是FID N-1 也就是這一項 他Request去算 還有一個是FID N-2 Request去算 這兩項去算 得到答案之後呢 就把它加起來 就知道我們最後答案 所以這個 Request的概念 跟我們這邊數學上的表示的概念 是一模一樣 這邊是一模一樣 好那我們從剛剛的這兩個Program 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邊的這個Request概念 你只要有Request的這個概念之後 就變成Request的這個Program 這個幾乎不要花太多腦筋 前面的這一個 這個 這個也是Request的概念 可是你這個Program 它不是一個RequestProgram 所以你看啊 雖然說 我們剛剛這樣解釋 你當然可以接受說 這個的確可以做 我們現在要了這個 可是你看這個Program的格式 它的長相 跟這邊的那個長相 是非常不一樣的 你要想一下 你要想一下 你才能把這個東西啊 把這個東西把它寫出來 要說想一下 那我們的RequestProgram 基本上是不太需要想的 你就直接造抽 把它變成從數學的格式 把它變成西元格式 直接造成不太需要想 所以 這個未來各位要有個概念 RequestProgram是很容易寫的 你看這個就直接拔寫過來 就是RequestProgram RequestProgram是容易寫的 這個不是Request啊 這個不是Request啊 它其實比較困難 我們跟各位的概念 是剛好反過來的 各地的Request很難理解它 Request當然要理解它 不容易 但是呢 一旦你有Request的這個 演的動法之後呢 把它變成RequestProgram 這自然而然的事情 不用經過任何短暗 你就直接到處就可以了 所以RequestProgram是 一件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 因為你的演算法 你的方法本身是Request 你把它寫出來的時候 就是Request 好 我們在這邊Q了 先下課休息